台中市有一名中医师遭到他的弟弟茂名申办信用卡刷 刷卡六年来总共到刷了两百多万 中医师一直到信用出问题才知道 于是呢他控告银行没有把关 结果虽然胜诉了 但是法官认为银行的发卡不够小心是真的 但他没有保管好证件也得负责 这名中医师陈碧成是台中市针灸治疗的权威 曾经担任助理的亲弟弟 竟然因为可以自由进出办公室 欠取哥哥的身份证申办信用卡疯狂盗刷 总共在六年内盗刷大概两百多万 前年9月17号那天发现了很大的一个升级 蛮讽刺的 那因为造成我的这个银行的信用评比太低了 直到7000太多的卡债 加上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信用卡 但是个人金融信用降低 整件事才爆发 陈碧成痛批银行审理合卡的程序太过于草率 当时我不一样差很多 然后他有近视有戴眼镜 我并没有近视 在家左下方有个很明显的质 大概有四五公分长的那个质还有毛的 那种情形大概我想一般正常人一看就是他长得不像 陈碧成强调 弟弟左下巴有颗长毛的质和他差很多 银行还会分不清楚实在太离谱 尽管到时候的弟弟一审被判刑六个月 两家银行也各自连带赔偿两万元 但是法官认为 陈碧成没有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证件也有过失 弟弟是哪里 弟弟是哪里